男人最忌, 說不得 不得可以吃什麼 生蠔是否最用得? 戀吃肚子, 得不常生 壯陽片方, 哪條最得? 一磚豆腐, 幾個番茄 就可以KO男士問題 加上全民最愛的豬腳薑 組成今集志強片方 女士補身, 男士壯陽 一起拆, 一起解 直到找出片方背後真相 X片方調查員出動 好, 老闆, 熱鬚鬚鬚 約我來吃火鍋 小譚, 五里吃火鍋 哪有這些好東西吃 你看多新鮮, 動的 吃…五刑普刑 吃完之後熱鬧鬧, 男人多了 還有, 做些韭菜, 補腎又補肝 吃完之後還… 很興奮, 乾杯 芳, 你帶我來什麼地方吃火鍋 你看旁邊的人, 他們很不達白 弄得我什麼胃口都沒有了 好, 這裡有特殼, 你不要生氣 生氣會有皺紋 這樣吧, 我把豬皮拿過來 豬皮有骨膠軟 多吃一點, 皮膚會比較好 趁熱, 快剪一顆雞子吧 出煙了, 我吃了 你很老, 人家吃雞子 你吃雞子, 你吃雞子 別吵了, 別吵了 別吵了 蠟燜… 別錄了, 你看她的樣子 有成九更年期吧 你說什麼? 我叫你多吃點豆腐 吃豆腐會幫到你 你別教她, 她過了更年期 吃你也沒用 阿奇, 原來有更年期 其實哥哥說得對 吃豆腐真的會好一點 我再錄兩塊給你吧 其實我對著你, 我真的什麼都不想吃 我最錯是跟你來 整天說要厲害一點 那究竟… 厲害的定義是什麼? 不敢說不行 不行, 又有什麼不行呢? 怕被人知道 很多人會知道嗎? 世事無奇不有 人人說吃生蠔一定行 你有沒有試過? 知不知道Dr.6 給我們的最後任務是什麼? 當然知道 Dr.6見臨別抽球 特地寄了一張提示卡給我們 究竟我們的最後任務是什麼呢? 濕濕, 滑滑, 硬硬 男士壯陽, 恩物 這個提示很有幻想空間 很難想 到底是什麼? 是開箱的 開箱看看 有聲音 生蠔? 其實很多男士都喜歡吃生蠔進補 不信, 聞一下街坊 有沒有聽過吃蠔對身體有什麼幫助? 妝養 對 知道為什麼吃蠔會幫助妝養嗎? 因為有生蠔在這裡 很厲害 對 平時你自己最喜歡哪種吃法? 香檳 這樣就比較好吃 對 如果生蠔真的不能夠吃 有聽說過吃生蠔對身體有什麼用嗎? 羊羊也好, 撞羊 你覺得行不行嗎?你聽別人說嗎? 你本人而已 你不行就吃什麼也不行 你行就吃什麼也行 撞羊不撞羊我就不知道了 心理多於實質 除非經常吃, 吃不然我相信分別不大 因為我們吃量不會太多 我聽說過吃生蠔就可以撞羊 但對我來說好像沒什麼幫助 因為我吃不吃生蠔, 我都可以 聽說一個星期吃兩顆生蠔 就可以撞羊, 補身, 等等 好像還說幾乎 生蠔裡面有什麼成分 可以令人撞羊? 我沒試過, 我真的沒試過 我不相信 我不是說特別好信吃生蠔會撞羊 吃生蠔可以撞羊? 我的看法是 蠔含有豐富的礦物質的食物 其中一種礦物質 身對於男性的荷爾蒙 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在1996年有一份報告說 在一些年輕的男士裡面 減少身的攝取量的時候 男性荷爾蒙的水平會減低 當你補充新的礦物質的時候 男性荷爾蒙的水平又會回復正常 既然食蠔可以撞羊, 有跡可尋 換句話, 新這種元素 對男士來說是不可厭決的 但究竟怎樣吃才能吸收最多呢? 同品種, 同產地, 同價錢的生蠔 我們嘗試用三種不同的烹調方式 做比較 究竟是新鮮蠔、熟蠔 還是香檳蠔的含辛量是最多的呢? 學長, 想問一下 究竟如何可以檢測蠔內的新含量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做幾個實驗就可以了 生蠔比較簡單 我們從鶴裡把蠔拿出來 如果熟了的蠔 我們會大約煮五分鐘 如果是香檳蠔 我們會用15%酒精含量的香檳 泡大約15分鐘 我們會用剪刀把蠔剪碎 然後放進去-80度的雪櫃裡 大約四至五個小時 之後我們會把這些急凍的蠔 放進冷凍乾燥機裡 目的就是把蠔裡面的水分全面抽乾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淨重量 去計算新的含量 蠔已經風乾了 老闆, 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呢? 風乾了蠔之後, 我們會加入燒酸 做一個叫酸消化的步驟 目的就是把蠔的蛋白質溶解 但為什麼要溶解蠔的蛋白質? 溶解蠔的蛋白質 就可以把新釋放出來, 到溶液 方便之後做個檢測 經過一輪檢測, 終於發現 新含量最多的是香檳蠔 一隻香檳蠔有2.82毫克的新 其次就是生蠔 一隻生蠔有2.75毫克的新 而煮熟的蠔, 含身量低 只有2.12毫克的新 首先, 數字上 香檳蠔的確比生蠔 多了0.07毫克的含身量 主要原因是 每100克的香檳 就會有0.045毫克的新 所以兩者加起來 得出來的數字一定是多了 但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 酒精加蠔同時進食 酒精會令蠔的礦物質流失 從而阻礙人體吸收新 所以吃生蠔是不應該喝酒的 知道吃生蠔或新含量高的食物 其實未必會增強性能力 反而吸收過多的時間 會類似引致新中毒 譬如嘔吐 或者抽筋的現象也不頂 生蠔會壯陽這種說法 其實會令人產生很多心理的聯想 而性能力和性慾 基本上很容易受到心理影響 他們會看到生蠔的形狀 或者聞到它的氣味 或者吃到它的味道 其實都會產生類似安慰劑的感覺 所以如果安排一個浪漫的晚餐 吃一點生蠔 去培養氣氛 其實是不錯的選擇 爸爸, 你來了? 是呀, 很久不見了, 你怎麼樣? 這次要多少拍? 很累, 要全餐, 加上捏腳 你搞什麼? 你脾氣脾氣這麼嚴重? 你沒事吧? 對不起, 最近香港腳發作 還有點癢 抱歉你香港腳, 你別來 你看你…你這麼沒功德心 還要穿我們的公家拖鞋 你傳染人, 你怎麼辦? 雙風感冒就會傳染, 香港腳 哪有這麼容易人傳人 這位小姐說得對 香港腳真的有機會人傳人 因為始終香港腳 是屬於真菌感染的腳部皮膚問題 感染香港腳的原因有很多種 第一, 就是共用拖鞋 如果之前有香港腳的患者穿過 那些皮就可以掉上去 其他人再穿的時候 可以這樣感染到 第二, 如果腳汗太多 我們濕濕落腳的時候 穿襪又不通風 很容易滋生到真菌 第三, 如果我們赤腳 在有濕又熱的地方走來走去的時候 也容易滋生到真菌 陳醫生, 這樣有什麼方法 可以治治我這些香港腳呢? 這個我知道 我知道白醋可以治治香港腳 跟你熟, 整支送給你吧 珍奇白醋 白醋可以的 有醫學研究顯示 白醋可以抗到真菌 但我們要注意份量了 用白醋浸腳的方法很簡單 白醋要用暖水稀釋 白醋和水的比例大概是一比十 一般浸十五至三十分鐘就可以了 如果浸太久 反而會令皮膚屏脹受損 導致脫皮和敏感 醫生老老實實 我吃沙律很喜歡用黑醋 有時候喜歡用蘋果醋 為什麼浸腳是用白醋呢? 如果用白醋的話 其實我們很主要的就是酸鹼度 溝稀的白醋 一般的酸鹼度可以達到三點五左右 那個也有效可以抗到真菌 同一時間 也是正常皮膚可以承受到的酸鹼度 酸性過高, 會令表皮受損 分分鐘沒事便有事 所以不建議皮膚敏感 或者有傷口的人士使用 用這個方法之前 最好向醫生查詢 女人有更年期 不知道男人有沒有呢? 你們需要靜心 我們同樣需要胃筋 懂得吃豆腐蝦仁 可能改變你的一生 女人喜歡養生 人人都吃過的豬腳薑是怎麼補身的呢? 想知道, 繼續留下看吧 едж 永豪, 你會否覺得 Chef Loko 最近心情相好相壞 其實他算什麼? 可能我們這麼耗力, 但有些微腦才差 誰微腦才差, 告訴我 都只是你了, 眼神尷尬, 一定有古魂 拿手來 真可憐 你是不是前列腺有問題? 我?幸好有我在 其實未必沒得救, 可以靠… 蕃茄是怎樣KO男士的前列腺問題? 一個美國研究找到 每天進食蕃茄的男士 比起小吃蕃茄的人 患上前列腺癌的方向降35% 之後很多研究都發現 茄紅素可以降低前列腺肥大症 可以減低晚間餘廁的次數 原來茄紅素對男士這麼重要 讓我多吃蕃茄 你敢吃就錯了 你有看第一集的XP方全文拆解嗎? 錯過的觀眾 可以上網上重溫這麼精彩的節目 Chef Luco, 我有看 我知道如果要逼出茄紅素 就一定要加熱, 熟食就最好 厲害, 所以今天我決定 用蕃茄和橄欖油 泡上一個男士一物 蕃茄龍湯 蕃茄加橄欖油是最強偏方? 這個湯的材料很簡單 就是蕃茄和橄欖油 我還會加一點洋蔥, 調味道 事先把洋蔥和番茄洗乾淨 然後切粒 開熱鍋, 加點橄欖油 洋蔥, 率先爆香 包到這麼小的香 倒入蕃茄, 又是輕輕爆香 炒香後, 放入鍋裡 倒入熱水, 大約一碗 因為我們熬滾湯 大火滾15分鐘 期間可以攪爛蕃茄 熬完15分鐘 你也看到它好像有溶溶的感覺 但如果想像西湯, 再溶溶一點 當然要用攪拌器攪拌碗機, 攪爛它 但是Chef, 為什麼不用小粒的蕃茄? 那就容易攪爛了嗎? 小粒還是大粒? 不如敷衍嘉琪吧 好 這個黃茄好吃 這個紅茄也很甜 為什麼我們熬湯經常用肉茄呢? 這些容易攪爛, 煮一些番茄好嗎? 味道呢? 味道沒那麼酸 我剛才吃的小紅茄、黃茄那種 這些就當生果好吃, 爽爽一點 好吃一點 只是用番茄加幾滴橄欖油煲湯 就可以舒緩前列腺問題 簡單又方便, 男士不妨一試 真棒 你們兩個喝完湯了 雖然說對男士好 也不用一點都不留給我 文方放心, 我為你準備好東西 豆腐?為什麼? 我聽說豆腐對女士更年期有幫助 你就是更年期 其實更年期是無婚男女的 男人也可能有更年期 其實在醫學界上 對於有沒有男人更年期還有爭議 不過預防性不治療 有, 加上豆腐又是好東西 吃了也沒壞 但是是不是什麼豆腐都可以的? 找家琪 我想買一塊豆腐, 但有這麼多款? 想買什麼豆腐呢? 老闆, 先介紹一下 這款是滑豆腐, 比較滑 這款是板豆腐, 會比較實 這款是杜包豆腐, 比較實 在兩者中間 大部分人都用這款 因為比較滑, 想比較實 可以用這款也可以 石膏粉會比較重 比較少 那對, 我反而想要這款 原來板豆腐是用石膏粉凝固 鈣質最多, 所以最好用它 Chef, 你打算怎麼做呢? 要解決男人更年期的問題 就要靠他, 蝦 蝦好, 我記得營養師說過 蝦的脂肪含量低, 但蛋白質豐富 絕對是高蛋白, 低脂肪食材 好, 這次是聰明了 至於蝦怎麼能舒緩男人更年期的問題 我們不如一起問他吧 豆腐加蝦人如何發揮神奇功效? 蝦其實很適合更年期的男士食用 因為蝦含有豐富的鈣質 男士去到更年期 很容易就會出現骨質疏鬆的情況 另外, 蝦含有新這種礦物質 可以幫助改善勝線功能 以及增加精緻活躍度 另外, 這道菜也是含有豆腐 豆腐除了可以幫我們補蓋之外 還有一些研究指出 裡面的大豆二黃銅 可以減低幻想前列善人的風險 Chef,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清清蒸, 你幫我醃蝦 加點胡椒粉和鹽 收到 我呢?我呢?Chef 豆腐, 一分為二, 切 沒問題 行嗎? 行 把蝦加上豆腐面上 不要急, 但要快 好, 水耳滾, 隔水蒸 八分鐘, 吃得 豆腐蒸蝦仁, 營養價值高 一次過解決男士和女士問題 簡直就是一剪雙丟 好 做完運動和跳舞之後 我會把自己的腳靠著牆 或是床軟軟地舒服一點 90度角 讓血液可以從腳上流流到自己的身體 血液循環 令肌肉和筋不太累 大家都知道你要呼聲 有沒有什麼偏方可以分享呢? 我開風的時候 通常我都在湖宜水裡有一塊甘草 有一塊肥大海, 有時不夠分 你喝一口甘草下去吧 很舒服 你有聽過有什麼食材可以補身嗎? 紅棗, 補血 豬肉水也是補血 男士吃了什麼可以… 壯陽 有時候是糾塞 你有聽過另外一些東西 專門關於男士方面的嗎? 我們說是蘿莉巴 有什麼用呢? 蘿莉巴, 蘿莉巴吃了可樂 你會知道的 我一個朋友第一, 讓他拿到主題 有沒有一天要吃多少次 或者要吃五天幾, 幾天就可以了 幾天要吃幾天 幾天… 記住, 很貴, 頂不頂 有沒有針對男士補身的 我一天要吃六尾巴, 保護他的氣、腰 還有腰 要保護腰, 好臣, 好男人 我自己經常的手腳很冰冷 所以吃豬腳薑可以補血氣 又可以趨寒、補暖 所以我也想去推薦給大家 我行, 不知道你行不行呢? 豬腳薑有保抑氣血 軍中行氣和活血化餘的作用 一般如果是屬於虛寒 血虛血乳體質的女士來說 是非常適合的 特別是如果有以上的體質 容易怕冷、手腳冰冷、月經不調 或者有痛經的女士 都有良好的舒緩效果 我覺得最強的中國偏方 文芳, 就是豬腳薑了 當然是豬腳薑 女人吃了就補身 男人可以當小吃 很方便, 很多地方是街市一賣的 其實是很好, 你不是沒吃過吧 你沒吃過就好了 再生一個的時候, 請你吃豬腳薑 沒想到有人跟我的想法一樣 都當豬腳薑是小吃 文芳, 畢竟你也是女人 知不知道誰這麼聰明 想到這樣的偏方出來呢? 永浩, 雖然我是女人姐 什麼都不代表我懂得回答 有問題就當然要問問Dr.6 你們, 不要經常有意無意地 呼喚我的名字 Dr.6 其實我們是想問… 我知道了, 收到 一碗簡單的豬腳薑 竟然集合了醫學原理、營養價值 以及民間智慧 以前那些農村婦女 生完兒子之後別說找個陪月了 找個人照顧自己也沒有 不過他們很聰明, 生之前 把這個補品弄好來旁生 豬腳, 耳形補形補腳骨力 以前沒有雪櫃 他們很聰明, 懂得用醋來保存食物 那為什麼用薑呢? 我知道, 因為薑可以驅風 我媽媽教的 至於什麼驅使下雞蛋 是愛 是責任 是窮 因為以前沒有錢買補品 人人說吃雞蛋有益 就加雞蛋下去 加上生完洗之後, 真是忙得脫掉 一天三餐, 全靠它了 補身之外, 還要省時間 豬腳, 蛋, 薑和醋 加起來之後 怎樣可以有一個雙負雙城的效果呢? 那就要問他了 豬腳加醋, 加薑, 再加隻蛋 為什麼可以成為最強偏方? 豬腳裡面的肉和雞蛋 他們的重要氨基酸 其實也可以結合薑的維他命C 令身體可以自行製造膠原蛋白 醋酸性也可以令豬骨裡的鈣質 容易溶解 令身體容易吸收這些鈣質 為什麼我左邊有虎紋, 右邊有皺紋 怎麼算了? 家綺, 讓我幫你吧 你幹嘛打我? 我幫你緊敷, 這是泰國獨門偏方 胡偉聰教我的 我什麼時候要教你打人? 聰哥, 他誣摟你… 我只是剛才分享了 有一個泰國美容師 有一個美容偏方聲稱 打額頭、眉毛、臉珠燈 就可以去咒, 兼且緊敷 我不相信他一定是想借耳打人 其實沒什麼科學根據 他自己還說這樣打法除了可以緊敷 還有這個去咒之外 還可以令面形改變 價錢還要不便宜 行不行就真的見仁見智 不要緊, 家綺 剛才那一班, 我私人聰明你的 免費的 你現在鬆無鬆役 讓我也聰明你吧 不要打… 打臉打得怎麼辦 還有, 人家可以而已 不代表你們可以 如果真的可以 你就特地飛去泰國找那個師傅症 不要自己打 我聽你說, 聰哥 我不打臉, 打其他 人人都以為我Dr.6是偏方達人 其實我一條都沒試過 聽到這裡, 是否很害怕呢 很正常 其實我早就說了 偏方這家東西 你行不行, 不代表我行 我不吃, 又不代表你不可以吃 只要適可而止 其實一事無妨 你今天吃了沒有 我真的看你 我怎麼會知道 我要 Bild 我終於就笑了 仍然呢 我今天生不需要 你卻讓我... 這個你回答 我天天會 你找一個專門 我把努力 我修正, 怎麽 來我 我 我 是